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话那就是另说的了 对不对 那冻结我那我没办法 你这东西这很正常的一件事 你就不续费那肯定点冻结我 其实这话我跟你们讲啊 这也就我跟你们说 YY这几个大平台主播 就这平台里面这些大主播 谁你都别想离开YY 心里话 谁你都别想离开YY 就现在YY不起诉我们 是因为现在你还在YY直播呢 你等到比如说五年之后 我快到期了 升半年的时候YY就直接问你 续签不续签YY金牌合同 不管你在哪个公会 你得留在YY 好 你不续签 对不对 你曾经有过外战直播的这个 呃 违约记录 他可以有理由起诉你 只不过就是人早一天晚一天 这些违约记录啊 和违约条款啥的 人都给你留着呢 等升半年的时候 你不续签到YY 我照样告你 只不过就是多告少告的事 现在我要离开YY 我赔 我那天问了一下 得赔2.4个多亿 我现在要是等到上最后半年的时候 我要是他告我的话 那我可能也就是说 赔不了那么多了 赔个就是六七千万 請站毛我先走 不带我要替试图 Eunice 你怎么看到 不带有 scoring 你怎么看 我彈得到试图